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 節目的軍武器言,你的節目主持Larry 這一節的世界樊樊消息想和大家討論 最近菲律賓在他們的海域附近 撈獄一塊疑似中國長征5B的火箭碎片 在海上飄浮,他們想撈獄的時候 似乎與中國的海警船有争扯 最後唯有將這塊碎片讓給中國海警撈走 這事件當然又可能觸發外交風波 主要說到作業水域主權問題 這次也是前日南海中葉島附近 中葉島附近又形成了一個南海主權問題 就是究竟中葉島的主權誰屬 以及在水域範圍也是一個焦點所在 究竟這個範圍就算我們說中葉島不是島是焦 南海之前的仲裁庭的裁決 究竟是否屬於菲律賓能夠打拿得到的利益 所以今天也要和大家釐清 這個當然也會觀察到在南海中的紛爭 紛爭即是無論是大國和小國之間 其實是否純粹以海軍規模和實力作決定 其實都隱隱然有一個海上規則 或者國際秩序都需要各方遵守 說到南海 事實上是否真的各方的勢力 無論是南沙群島、中沙、西沙 縱使有爭議都能夠有共同開發的前景 今天和大家探討一下 大家記得開始之前記得給like 如果subscribe了記得按鈴鐺 第一時間可以看到我們節目彈出的空置 講起這個新聞 其實菲律賓軍方指出 昨天指出中國的海警船 在星期日時間在南海中劫島附近遊役 當時菲律賓軍方打鬧到 懷疑中國的火箭碎片 即是長征5B的殘骸 在鬧後又被中國的海警船夾一夾 夾一夾的情況下 是否就是要交還碎片給中國 當中菲律賓海軍終將Albardo Carlos 有個聲明指出 當時菲律賓海軍 在中葉島的情況下 用一個攝錄機 即是遠一點的距離 發現了在500米沙堤附近 發現了這塊殘骸 在大陸之中漂浮 所以軍方派出了藍頂 將它打鬧 用繩索將它綁好 在中葉島再做一些詳細的檢驗 但不知道是否剛剛遇著 中國的海警船5203 和這隻5204都差不多型號 當時靠近 當時海警船靠近了 有兩次攝錄機 這艘出了去打鬧 在中葉島的菲律賓海軍艦艦 甚至乎也放出了橡皮艇 就出去 強行想將碎片的繩索割斷 再將它拖回中國海警船 根據卡路斯的說法 菲律賓人員沒有特別反抗 當時基於安全的理由 決定回航 所以整件事件上 是沒有人受傷的 另外根據菲律賓司令部發言 這次飄浮這塊碎片 應該和之前在海域中 其他民眾發現的 中國火箭殘骸碎片 應該相當相似 在這次事件上 菲律賓雅止是國年 一定有一個容忍的程度 表示了他們自己的誠意 這件事件上 並不涉及主權 或是涉及居民的安全問題 所以當時相關人員 決定不做特別的糾纏 果斷做回航的情況 當然這件事上 很快趣很多人都會 將它指回中國那邊的情況 中國那邊的外交部發言人 也在一個例行簡報會上 否認有強行扣押這塊碎片 他表示這塊碎片 在與菲律賓軍隊有個友好協商之後 才再由菲律賓手上移交給中國 而這塊事實上是一個中國 我們說之前的長征5B火箭發射之後的碎片 這塊碎片 都明顯的 這塊碎片 一定是來自整樓罩 即是上天後 下來的外殼的碎片 從這位發言人的說法 中國肯定不是伏擊菲律賓 而迫菲律賓將它交還 這是一個交談協商之後出現的結果 變成羅生門 牽涉到兩個版本的情況 無論如何 我們都會看到 在南海上的爭議 其實真的從2012年到現在 基本上的紛爭都是不斷的 對菲律賓和中國來說 都存在著 例如我們說九段線 或者菲律賓的經濟水域的範圍 大家都有交疊 其實都不是只有菲律賓 越南、馬來西亞、台灣、文萊 其實都是在戰略狂道裡 都有一個領土爭端的情況出現 除了這次事件之外 其實也都在菲律賓水域 發現中國火箭金屬碎片 已經有三個情況出現過 每一次碎片上 都有中國國旗的一部分 看得到都是那些火箭碎片 這樣說 其實你撿到火箭碎片 這就交不交還 中國是一個後話 但是為什麼火箭碎片 又會掉到南海附近的水域呢? 這反而引起了我們覺得 太空安全的關注 因為中國作為其中一個 太空大國也經常發射衛星 或者太空高質素的資產 如果發射到空中 我們說 整流罩 或者座推斷 往往還未能燃燒正進之後 在一個失控的情況 降落一些不太之前設計的地方 就會帶來一些風險 當然地球上理論上 七成是水 三成是土地 而土地裡面 也大概只有10%是 populated的地方 所以理論上 擊中人口囚物的城市 概率本身是比較小的 不過始終意外就是意外 我們說到墨菲定律 會發生的錯誤始終也有機會發生 所以會不會最後 中了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之前也試過 例如科特定的地區 試過中了下去 不知道有沒有人命傷亡 不過那時候 似乎最後外交情況 渠島解決了 非洲好兄弟就比較容易說 但如果你說 侯內其他地區 例如南海 或者一些島嶼 或者國家上面 當然外交的風波 問題會再比較大 一般國家都會把火箭 剩下的助推斷 或者一些碎片 用一個能夠控制的情況下 降到南太平洋 我們俗稱的衛星墳墓的地區 不過除了火箭碎片的安全 值得大家關注 始終南海地區 都真是一個火藥庫 究竟在21世紀 海上的衝突 是否真的始終都會爆發 今次這個位置 我們說到中葉島 中葉島 如果大家看很多台灣傳媒 都經常都說 以前是屬於中華民國 台灣的 後來避風走了之後 被菲律賓成勢爬上去 然後建立了自己的勢力 大概是1970年代中期 7、6、7、7年左右 拿了一個島嶼之後 一直都是菲律賓 有效地控制和管治這個島嶼 上面也有一定的建設 也有幼稚園和居民 很符合作為一個居民 一個島生存的條件 Anyway 我們說到 其實去到 之後 2015、16年 南海仲裁 既然如果南海全部都是島嶼 全部都是招募島 中葉島其實都很難叫島 都可能立即被貶為島嶼 所以它擁有綠海里的主權 今次似乎中國 應該連綠海里都直接進入了 去拿 這才是令菲律賓比較憤怒的事情 因為剛才我們說到 它大概在500米以外的沙堤 拿回來 500米事實上在綠海里以內 就相當多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 說到中國的海景船進來 就叫做搶呢? 其實連綠海里都不尊重 放進去的時候 如果事實是這樣 就真是搶的 除非真是經過 好像中國的說法 真是一個協商 然後交還 情況唯一是這樣 如果我們說到 中國和菲律賓 其實他們的爭辭 有兩個情況 第一個 就真是關乎 我們說南沙區域的情況 南沙區域明顯 因為有很多的島 在裡面 菲律賓其實在南沙島礁 其實他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島嶼 是巴拉望島 這個位置出一點點 我們說美濟礁 其實就是巴拉望島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算是南海前線的地區 除了我們說的南沙島礁 這邊比較矚目之外 其實一個地方 可能大家都經常遺漏了的遺漏 就是我們說的黃岩島 黃岩島其實相當靠近馬尼拉 另外一個就是蘇碧灣 所以它靠近大概二三百公里左右的距離 這個距離其實對著馬尼拉灣 這片地區 其實都會帶來一定安全的風險 始終別國的首都 在黃岩島監視之下 中國在黃岩島以前 在2012、2013、2013、2013 201415的時候 也有意將它填海 如果填沙造石造大的島 就很像什麼呢? 就像南沙那些 我們說的 包括永暑礁、美濟礁、柱壁礁等情況 但最後都沒有起 原因是奧巴馬也說過 你真的起就真的打沉 因為這個位置 事實上已經威脅到美軍的利益 還是我們說到美軍 事實上是以前 即是在去年之前 在皮立陀河火山爆發之前 其實也有一個蘇碧灣的海軍基地 當時你見的艦隊 包括航空母艦、大型艦隊 其實可以住在菲律賓 但及後火山爆發之後 關閉了基地 陸續撤出 所以菲律賓、南海的地方 還不止再沒有美軍永久的住宅 所以可以觀察到 黃岩島其實正正就是蘇碧灣 握手著門口的位置 所以如果這個位置 真是中國在黃岩島上 大興土木是會影響到 美軍或菲律賓的軍隊 即他們的海軍的部署 尤其是美國和菲律賓的關係 其實都是回聯的 包括我們看到剛剛賀錦麗 去了菲律賓做訪問 還有我們也看到 小馬可斯自從當選之後 在100天的情況發表 似乎都說他們和美國的關係 他是很想重振美國和菲律賓的關係 一改就是他的前任 杜特爾特之前和中國和俄羅斯朋友和美國敵對的態度 這個態度的轉變相當關鍵 因為杜特爾特由2016年開始執政時 經常性威脅越斷絕和華盛頓的關係 包括將美軍趕走 也嘗試廢除和美軍一些重要防務協定 當然你說美非共同防禦條約 這些事情 都不是總統說廢是廢的 這些國會等都需要去談 我們也相信軍頭和美國的關係千絲萬縷 菲律賓這麼多年 他們的軍演等等 其實經常性都有做 今年也有做聯合軍演 所以很有可能在小馬可斯的推動之下 尤其是現在和中國的關係都搞成這樣 只是菲律賓的海軍一定搞不定中國海軍 倒不如借力打力 可能邀請一些美國和日本的勢力過來 可能還能抵禦到中國在南海的進壁 例如我們說到第七艦隊 第七艦隊是否真的可以在菲律賓駐軍 我們說過他們的海港相當好 蘇碧灣也好 哈拉克的空軍基地也好 如果美軍能夠進入菲律賓 在南海的實力會大增 反過來我們說 在巴拉望島附近的位置 遙遙望著南沙幾個島嶼 其實美軍和中國在這個情況下 中國在這裡的跳島優勢不明顯 包括有海軍陸戰隊 海軍能夠長期進駐 在南海裡美國也是半個主場 也有菲律賓做後勤補給 一個能源等等 很多在後面支撐著 比關島來計算 更加接近中國福地 尤其是很靠近中國的潛艇中心海南島 我們說到三亞的海軍基地 其實如果由馬尼拉這邊 空軍基地也好 去出發打擊都是相當近的距離 這邊出動到潛艇封鎖 所以說到菲律賓 如果再次開放海軍基地給美國 絕對會對中國在南海 甚至乎他們的核政策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尤其是都傳到好行 中國會接近配置巨浪3 巨浪3很有機會 也是三亞的海軍基地 我們說魚林海軍基地 潛艇發射攻擊美國本土 但如果面對著美軍真的重返菲律賓 你會看到無論是任何反制 任何飛彈發射都很輕鬆 會被美國作出攔截 所以在這情況下 中國以核政策或核報復 一些大國之間的制衡活動 其實是會大大受到影響 除了第七艦隊之外 之前也提出過第一艦隊的重建 第一艦隊的重建 之前也提及過 包括可否在新加坡 或達爾文其他港口 建設一個 叫做給第一艦隊 建設的其中一個臨時或永久的基地 但現在我們這樣看 如果真的有第一艦隊 可能未來更加理想的方式 就回歸蘇碧灣 回歸蘇碧灣的話 真的握手著整個南海 包括連通 我們說的菲律賓海 南海 台海 東海等等 的地區 真的握手著通道的煙喉 對中國的經濟能源生命線 其實都會帶來隱隱的威脅 所以中美關係 如果是中長期來講 保持競爭的情況都應該不變 但其實最近我們說到 中國的美國 其實他們的國防部長 亦都是亞洲的地區 即是我們說東盟的國防部長的 擴大會議裡 雙方都有一定的對話 中國的國防部長是魏鳳莫 美國那邊就是奧斯丁 在柬埔寨開了這個會 中國都被問及 他要和美國做一個積極開放的交流 所以我們觀察 其實兩個國家 即中國和美國 他們現在都是海上超級大國 所以兩國保持溝通的渠道 其實是很重要的 避免雙方去一個誤判 在一個國防和地區安全問題上 有誤判 雙方擦槍走貨 其實當然東盟的國家都是走不掉的 接下來我們也會觀察美國 白宮那邊會派出國務卿布林肯 出面的年度會訪華 在他過來北京的情況下 你說是善意還是敵意呢? 其中一個我們相信 和台灣的問題一定會有更多著脈 尤其是可能布林肯 就要北京得到一個肯定 就是究竟在公台的時間線上 是有什麼的部署 是否真的有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還是堅持要以武力統一台灣 當然布林肯又會表達了白宮的立場 去到這個位的時候 究竟中美是會走近一點還是走遠一點呢? 當然對話還有其他 究竟用著台灣這張牌 來對抗在貿易戰裡面 或者在氣候問題上 大家的牌裡面應該怎樣去打 不過我們都明顯看到一個情況 就是美國現在都把中國的海軍三級制 包括海上民兵、海警船和海軍艦艇 三個東西視為同一個Tier 真的不會將它插入三角 遇上海上民兵和中國海警 都會當它是中國海軍附屬勢力下來 如果這樣去面對的話 是否代表美國對中國海軍政策 接下來採取更低的容忍度呢? 我們要繼續看了 這一節跟大家講到 菲律賓撩了中國火箭碎片 但似乎被中國接骨 亦都懷疑是闖入了六海里的水域裡面 去拿或者叫搶 香港都很喜歡用搶這個字 現在來搶人才是搶性 所以搶火箭碎片 其實都不是什麼大不料的事 所以你看見中國海警 在中葉島爭搶成功 拿回火箭碎片的情況 當然一定會引起國際外交事務上的風波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 包括收睇廣告 可以訂我們的Youtube 可以訂我們的Patreon每人頻道 我們有三級 大家都可以根據你的喜好 支持我們廣東話軍事平衡文化 另外課金可以除緣 另外記得多點留言 like和share 亦是世界杯的日子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世界軍武力的情況 我是我們的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烏克蘭戰報 其他的世界防衛消息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